唐门是一个家道中落 负债累累的门派 有别于六大门派 唐门的特色在于暗器与毒药 是一个擅长刺杀 江湖口中并非这么正道的地方 主角赵活从小就生活在唐门 负责师兄姐的生活起居 挑柴 煮饭 烧水 拔草 什么都难不倒你 由于外貌相当丑陋 武学造诣也毫无天分 同时也是唐门里少数的外姓弟子 大家对你并非把你当自己人 你遭到同门师兄的霸凌 说外姓弟子 莫资格跟同门的一起练拳 要他赶紧去打杂 赵活很识相地 不跟三位师兄起冲突 却难掩失落的心情 你虽然资质奴顿 但是也没有放弃自己 于是他跑到后山去宣泄 这里是他平常偷偷练武功的地方 这是神秘男子现身 后面剧情可以得知 黑衣人就是大师兄 大师兄唐不一 为掌门做下第一大弟子 是唯一一位 习得唐掌门绝招的人物 天资聪颖 转朗不羁 江湖人称飞侠 兴趣是上青楼 他对于唐门区分内外弟子的陋习 嗤之以鼻 你被同门欺负的样子 他也都看在眼里 他想要帮你一把 矫正了你的观念后 馈赠一步密集于你 你心中萌生熊熊烈火 决心要令乔清过你的人们 刮目相看 这一日到了你在唐门无数个年头 经历无数次 却徒劳无功的断考日 有人称唐门大管家的三师兄 担任考官 三师兄唐生 唐门掌门第三亲传弟子 曾经在危难之中 为唐长们所救 不再为朝廷效力 败如唐门 兴趣是说书 弟子两两配队 开始拆招 演示自身武功尽敬 由考官考核 独一点评指点 最后终于轮到你 战胜了练武场的中央 果不其然 那日侮辱你的入室弟子 明显将你视为好欺负的对象 瞄准了你同时登台 准备在众人众目之下 给你好看 经过奋战 你在所有人的见证下 你击败了对手 带着轻蔑的态度 上场的霸凌者 反被教训 丢进了脸面 连头也抬不起来 悄然退场 不少门人都安慰你拍手叫好 你白天的表现 同寝弟子都看在眼里 你发现 其实自己似乎没有想象中 那魔不受人待见的样子 夜里小师妹来访 小师妹唐莫林 掌门独生女 生性淡漠 不常表露感情 不喜言语 意不苟言笑 兴趣是辙止 却不是写着好消息 从她那里得知了 掌门因病重 所以拜师入室的事情 必须荣厚再提 为了安慰你 小师妹尽她所能地施展了拍拍 她深信自己的小手 拥有某种神秘力量 可以疗愈人的心 你既感欣慰 又不胜唏嘘地接受了事实 隔日你正要写下 不有一个乞丐 唐突闯进弟子房 你给吓了一大跳 心想 唐门丐帮关系再好 也没似他这样 突然闯进别人门派找人的道理 何况你还正准备脱裤子更衣 睡个午觉 练武场上 大批人马围观地上的人 你看清面貌 顿时晴天霹雳 个人单问相貌 与你颇有几分神似 这便是那传闻中冒用你名字 在广州招腰撞骗的假照活了 他贩售假药害人不止 这回竟把歪脑筋 弄到盲眼乞丐头上 伸手到盲盖碗里偷钱 被丐帮中人逮个正着 独打戏弄一番 五花大榜送上唐门来讨赏钱了 此人冒名作恶 你虽没打算狠狠报复 但要纵放却终究心有不甘 更不敢在掌门坐前造次 便征寻了掌刑使二师兄的意见 二师兄虽要你与他出门去 替自己讨回公道 你拎着他后领 便大夸不出去 丢到大院之外 才与他动手 朝河根本不是你的对手 三两下就将他打倒在地 一直到同门师兄姐过来 劝架你才放过他 这天风何日立 你正在后山练功 师姐看见 你在练功就露出喜色 摩拳擦掌 就想扁你一毒 消解压力 他将你狠狠打败 并且要你下山抓一只鸡 让他熬汤 你翻到临风 才终于找到几只山鸡 你暗器一发 打下了一只山鸡 方才还晴空万里 这会儿突然就乌鱼密布 变闪雷鸣 顷刻间便下起漂泊大雨 你破于无奈 只得躲进山中 破秒躲雨 你搜集了一些 墨被雨沾湿的枯枝 碎木稻草 取出火折子点燃 生火取暖 你的肚子着实饿了 但并没有把脑筋 动到师姐的山鸡身上 当你天人交战之际 又来了一对男女 共批一件外衣 入似夺雨 男的大方利落 过来见李 取出行囊里的干粮 以及小瓮装的烟菜 黄酒与你分享 正说话间 不有一名全真派的年轻道士 提见跳进庙中 开口便骂肩夫淫妇 还要二人为他兄长偿命 那冒美娘子哭诉 自言家贫 被父母借卖给丈夫 命运时是造化弄人 叫他以嫁人妇 才遇见宿命中的伴侣 二人情投意合 只想为爱勇敢一回 没有想要害人 然而那冒美娘子的丈夫 却想不开 自我了断 全真派的年轻道士 而认定是他恋奸情热 谋杀亲夫 双方各执一词 僵持不下 你从旁听了事情经过 决定帮助道士 你帮道士的理由 是因为觉得 这一对男女言行十分可疑 公子不再刻意伪装 举手投足之间 自然就流露出 习武之人的气势 一看便知不是拥手 更在方才韭菜之中下了毒 此刻可谓是胸有成竹 收拾你两个江湖小虾米 简直手到擒来 殊不知你堂门中人 有那一餐饭菜里面 莫被二师兄加料的 二师兄堂征 行长们坐下第二弟子 善于使毒 端言要毒之术 心思缜密 孤僻深沉 没事绝不出炼淡访 兴趣是吃胡椒粉 对你下毒 无疑是鲁班门前弄大腹 尽管如此 你们野二敌意 依然不是敌手 那全真弟子 被一脚踢得倒飞出去 不省人事 就剩你一人 电光石火之间一刀劈下 公子的手指被斩下了几根 胜负一分响 来者是锦香公的年轻女侠 龙香个性彪悍 善武行侠仗义 龙香下手之快 你惊呆了半点 也看不明白 龙香刚觉得来劲了 正在兴透上还想再斗 对手却抢先跪地求饶 不禁令他大失所望 他心知求饶也无济于事 于是恳求龙香让他出谬自财 然而 他终究江湖阅历不足 不知人心险恶 那陈旭与龙香错身之际 公子忽然洒出一把石灰 龙香错不及防 虽然急速登地后撤 仍给石灰沾到了眼睛 龙香一个顺步冲了上去 一剑将他了结 石灰跟雨水起了化学作用 胖的龙香失声痛哭 他惊恐至极失足跌落山剑 任凭他武功高强 依然无法抗衡自然之力 山西暴雨突流一下 就将他冲远去了 你就都来不及救 次日你回到唐门 交出了机缘满达成任务 前回那是刚了不久 这回冒充你的朝合 再度上山 这回他找了个靠山 整个人走路都有风 靠山乃是从你唐门出嫁的 一位资深大石姑 连掌门都要喊他一声狮子 他一声令下 竟想假以对练名义 使唤众师兄弟 围攻你一人 众师兄弟对他固然敬畏 意图支持同门子弟 去围殴自己师兄弟 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 师姑从来莫被 同门子弟当面驳斥 一张脸掌的通红 携起儿子朝合 去正心堂 拜见掌门了 掌门唐忠灵 性情刚烈 曾列明武林十大高手的 传奇人物 可惜中年过后 身体已然大不如前 他的绝招飞燕流星灵 成为绝响 掌门念在师姑 曾为唐门配上了青春 并答应收朝合入室 一日 大师兄带着你 跟四师兄下山出公差 大师兄在山下 遇到了两位青楼旧事 两位女子一口同声 指责大师兄这位复兴汉 争吵之急 龙香刚好经过此处 原来那天 溪流冲淡了石灰 所带来的疼痛 人也无大碍 他的八字确实硬得很 龙香说道 没有女子会拿自己的 清白冤枉人 这时你从身后抓住大师兄 让女侠给大师兄两剑 紧要关头 大师兄还在嘻嘻哈哈 没料到龙香举剑 直接进攻 大师兄一把将你往天上抛 举剑扛下 所有龙香的斩棘 令你意外的是 龙香竟然跟大师兄 打了个平分秋色 刹那间 你意识到自己正在坠 就正好砸在龙香身上 龙香先是愣了一下 似乎感受到 脸颊被你触碰到 他咒骂着两位淫贼 慌然失色逃离了现场 这个从天而降的武学 竟意外地化解了这场争执 随后四师兄带来了官兵 四师兄唐维元 唐长们的关门弟子 被为以往返山下兜售药品 采购生活用品的任务 乐此不疲 夹带私货台价 卖给同门师兄弟 赚取差价 兴趣是赚钱 不快对两位寒血喷人的 青楼女子进行逮捕 调查后发现 原来大师兄 真的莫做出不得体的事情 全是他太连香西域所导致的 一日 唐门会议众弟子齐聚一堂 掌门说起一件要事 同为武林三大世家之一的 南宫世家太上当家 南宫横老前辈百岁大寿将近 两家世代交好这个寿宴 可不能推辞 只是掌门近年身体每况愈下 不变远行 大伙吵吵嚷嚷 众口纷纭夹杂不清 只有你留意到 小师妹似乎欲言又止 你令厅中众人烧停片刻 小师妹使得发言 原来她也想赴南宫家宴 献献世面 掌门心下 甚喜当即答应 对你观察入微的细心 一泼欣赏 小师妹望着你的背影 心下颇为感激 商议最终 由二师兄筹办此事 炼丹房中主炉 正炼制一枚灵丹 以此献与南宫太上家主 作为贺寿之礼 算来十日 也快到南宫寿宴 小师妹和你 都是生平第一次打马车 对这趟旅行雀跃不已 行驶数日 终于到了江陵府南宫世家的地盘 这里家家门户都漆得新亮 人来人往热闹非凡 与唐门山下小镇的纯蓬风光 截然不同 南宫世家 不愧是武林三大世家之一 这一场寿宴 将武林中有脸面的人物 十之八九都请了过来 当下由家电案帖唱名 当家在前相迎 终于轮到了你们唐门一行人 当家南宫远献了你们很是热切 丝毫不因唐门衰落而怠慢 南宫远听闻小师妹也敷厌了 看他生得如花似语 心下也为他爹娘欢喜 二师兄代表掌门 竟显灵淡一美 南宫太上家主南宫横 是武林硕国仅存的长老 德望虽高兴情却甚诽谐平和 一说话便是玩笑 逗得宾客们哈哈大笑 老寿星有一个心愿 必须广摇武林同道共襄胜举方始能成 说起距今约莫十几 二十年前 正到各派行入一盘散沙 互相忌惮牵制 只能坐以待毙 被极乐教逐个击破 最终华山顶上决战 极乐教兵败如山倒 被彻底剿灭 这才瓦解江山一主的危机 唐门掌门也因重伤落下隐吉 终生难遇 如今极乐教灭泥教又起 想趁泥教壮大之前趁早扑杀 而提高各大门派向心力的方式 竟是请求各派交换弟子 半年为其留学见习 以此建立未来良善沟通的桥梁 各大门派纷纷表示赞同 寿宴结束后 你鼓起勇气 于唐门家一时 向掌门提出了去别派留学的请求 掌门二话不说 欣然变应允了 与各师兄妹败别后 你独自前往空桶 此区路途遥远 四师兄怕你耽误日期 便替你张罗了一匹便宜兽马 令你能加速赶路 你终于抵达了空桶山 还来不及喘口气 迎面而来的是一位 年纪轻轻的文秀姑娘 当下便有人开始找茬 你们一行 好歹也是各派选出 足以代表本派颜面的江湖新秀 好歹也该请一位 说话有分量的人前来接待 熟知那黄衣姑娘此时才说 她姓魏明菊 身份乃是空桶玄公门 现任掌门 在场无人不成目结舌 恨不得把方才的牢骚 都吞回肚子里去 空桶派的总共有飞天门 夺破门 铁拳门 玄公门 共四大分支 接着位局并让在场的留学生抽签 而你抽中了夺破门 自败入唐门以来 头一次离家那么远 多少忐忑难免 你在空桶派未期半年的留学生活 正式展开了 一日你又是一早便起 到尘世之前 还有一点时间 足够打一套拳 这时 忽然有声音叫住了你 你东张西望 定睛才发现 是窗边一只鹤形雕手在说话 怂恿你出游 你给喝手一番 奇言妙语一通 竟觉得忽然开朗 把修炼之事抛出脑后 赶忙出门去献来人 你献了来人 有如雪里开的梅花那般 百里透红 清纯俏丽 少女的名字 叫做于小梅 飞天门的嫡传女弟子 方经空桶山上 除却四掌门外 便属她地位最尊 小梅暗中观察了你一阵子 发现你始终被同辈排除在外 这才寻赏门来与你搭讪 主动请应担当向导 带你浏览空桶景色 调皮的小梅 总算是在玄弓洞撞上了钉子 那可是司掌空桶一切点击的要地 小梅纵是飞天门嫡传女弟子 也不应擅闯 何况还带了你来 恰巧被卫掌门给捉个正的 逃离现场 你们二人鱼记犹存 心跳还蓬蓬然 与小梅分别 你正想洗把脸去吃早饭 却在招待所 碰见三名来意不善的空桶弟子 他们为了你和小梅散步一世 同仇敌忐 相约来找你麻烦 那三人的阵型 就算缺了一个玄弓门的位置 毕竟还是三打一 你应接不暇 苦苦之称数个回合 不有一名搞一剑少县 不惯人多欺负人少 并跃入场中助你 这风度翩翩的少年 武功是真的高 赶走三人帮之后 你们才护到姓名 才知道这路见不平的少年 是来自名不见经传的小门派 名叫瑞生 他性情坦率可亲 又是初出茅庐的武林新人 你献他这时 只觉与他说谈无甚压力 殊不知这一回 便是你与一代江湖传说 命运交错的瞬间 算来你自留学空桶 记名在夺货门下 也有一个多月了 这段时间 你就像游魂一般 独来独往 眼看别人都有师长指点武功 既学武艺 又交上了朋友 心中羡慕得很 这一日 你自己练了功 回到房里 打算洗澡换身干净衣服 却发现有人刻意捉弄 将你的干净制服 正当你要取下稻草人身上衣裳时 忽有一道人影逼近 你打混多年 武功未必多高 但防人之心还是有的 当机立断 反手拆招 那人现偷袭不成 对方师徒二人也不会言 讲明了 就是看你默人爱默人管 特意来找你练手的 来者在他师父提点下 一步一步将你击退 你眼见不妙拔腿便跑 直奔进了当地人人望而却步的 夺破森林之中 那二人才因惧怕神鬼之说 不敢善入 忽然有个女鬼声悠悠飘来 你着实吓得不轻 甚至差点没晕死过去 想不到那女鬼出乎意料的好心肠 竟然好心指点你武功 她身在林中 却有如亲临现场 三言两语 便道破了方才情况 那林中女鬼所受招数 果然灵验 你一出林子 便打得对方节节败退 胜负已分那峨眉弟子 本该认输 可她老是眉头一皱 竟想无视辈分向你出手 以你今时今日的武功 却如何能当她灌注内力的浮沉一击 正当危急时刻 忽然有一道蓝袍倩影抢入 挥袖瓦解了攻势 此人正是夺破门嫡传女弟子 江湖赫赫有名的女魔头 夺破幽兰夏侯兰 同时也是方才林中 受你武功自称女鬼的人物 今日一线 果然名不续传 她成名还在大师兄之前 近年先少在江湖走路 你总以为她少说也有三十来岁 岂知竟是这般年轻茂茫 你忽然行以大礼 夏侯兰相当的震惊 说来方才林中的指点 还是你生平头一次 真正得到传授 在他们中这许多年 总使师兄们友谊相授 也受限于门规 就是大师兄那般洒脱之人 亦不敢有为阻训 从来没有试过像今夜这般 给人提点以后毛色顿开的快感 心中的感动自然不言可遇 夏侯兰一时觉得有趣 便当真收你为徒了 只是约好仅在你留学空同期间才算数 你欢喜得手舞足蹈起来 是河门和派都无所谓 为时事长或短也无妨 你总算与这世间的某个人 有名分可言了 次日你果真来到人烟罕至的夺破森林 许你心败的夏侯师父 师父开始传授武功 却丝毫不马虎 不以既有招数相授 而是直指你弓手之间的破绽 深入浅出 使你恍然大悟 毛色顿开 足见其武学见识非同小可 不但自身武功高强 而且善于指点旁人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好一阵子 每次进入夺破森林找师父学习 你都觉得自己的武功又更上层楼 日子不再迷惘 每一拳都打得很踏实 这一日终于召开久违的空同比武大会 飞天 夺破 铁拳 玄公四掌门 四护法 齐聚半语平 门下弟子各聚一方 声势惊人 留学的别派弟子也摩拳擦掌 跃跃欲试 第一场对战南宫家族的二儿子 你有意容让与他斗得有来有往 才将他击败 又周旋一番才退场 可谓是保全了南宫家的面子 接着你拿下第二场胜利 引起一片哗然 此机方得武林正式 知道你这人姓甚名谁 你第三战对手 是带帮狂犬樊孝天 你没被樊孝天气势压倒 沉着应对 带到他力竭气衰 一举得胜 加上这一场 你便连胜三场了 师父简直心花怒放 难得笑得温柔 宛如幽兰盛放 不为国色一天香 将你看得心脏蓬蓬乱跳 夏侯兰与你虽然仕途相衬 毕竟比你大不了几岁 如今摸摸你的脑袋 倒像他真是慈祥的长辈似的 你几十倍长辈如此爱怜地对待 一下心动 一下又热泪盈满眼眶 夏侯兰心情大好 不惜钱财 带你上街庆功 真把你当孩子似的 你从小不得爹娘疼 这些东西从来只有羡慕的份 就算看出他隐隐有捉弄 取笑你的意图 依然大受感动 莫名想哭 空同中人多年 默现下侯兰笑过 何况笑得如此开怀 不仅娃尔 对你另眼相看 这一日清早下雨 你正想回房在古棉一阵 呼听的招待所中 有不寻常动静 似乎出了大事 南宫世家所在的江陵城 竟然突然遭受你叫围攻 这江湖隐约要变天了 留学的别派江湖人 纷纷收拾行囊 告辞下山 夏侯兰知你 必不能置身风波之外 虽来向你道别 文知你要先回唐门 与自家人会合 夏侯兰也算放心 他不去江陵 便在此与你别过了 说来 这是你头一回 以唐门弟子身份远征 满腔都是豪情壮志 不由得跃跃欲试 脚步也轻快起来 极致天明 以南宫世家为马首的正道门 将与尼教畜生到一绝雌雄 大公子登高一呼 命人雷鼓以阵士气 带头冲杀入阵 江湖侠士纷纷响应号令 共赴沙场 眼看局势逐渐明朗 尼教拜多圣少 再斗下去 不过徒增死伤 丐帮帮主王二壮挺身而出 王二壮环顾四方 扬言要以一人之力 挑战天下豪杰 无论是谁 男女老少 只管放马过来 但见一名黄衣少女 自空同派中盈盈走出 乃空同玄公门 当任掌门卫局事业 卫掌门一上来 便要与王帮主过个三招 卫局一掌下去 被自己的内力震得连退几步 他不曾碰过这等魅力高手 王二壮使出下一掌 起料这一掌 却有不速之客 挟刺力来接了血 后脚一踏改变架势 碰得一声 搞一少年腾空退了一步 瑞生一按按心惊 心想尼教法王名不续传 魅力之强 实乃生平仅见 光这一掌 就害他差点腿软 你从旁观战 王二壮弹指连环 气度恢弘妙一层出 瑞生直剑在手 远转自如变化无方 时而快如闪电 柔身近战 转顺互拆十数攻防 转顺三十二招已过 乍看之下不分胜负 唯有当局二人心中有数 瑞生汗流沉沉 恭恭敬敬地行礼而退 经此一役 他的功夫又更上一层楼了 在那之后 王帮主义夫当官 接连挫败正到好手 丝毫不见疲态 看似精神抖擞 扬声大喊 向坐镇城中的南宫家主妖战 南宫远若不出城应战 便得落得个窃战懦夫的骂名 在南抬头挺胸 行走于江湖 一方是正道领袖 一方是魔教法王 正邪不两立 此战皆不可免 二人比武交心 一切尽在不言之中 一拳一脚 皆素有千言万语 当王二壮举手将判生死之际 丐帮里忽然冲出一人 手持利刃 刺穿了王二壮的身躯 可受伤的人面不改色 刺人的却泪流满面 被救得也惊怒交加 只因这一切 皆是王二壮的计策 他便是要做万夫之敌 及一身仇恨 另一子大意灭亲 他一死 以他为马首是瞻的 尼教畜生道便无照应 丐帮便再也不受尼教支配了 他便是要舍身 将清白的丐帮 交还武林正道 王二壮完美地把戏演足了 满足地合上了双眼 思绪飞远 丐帮内乱 围城之势土崩瓦解 最终内斗已就派全胜告终 此后 丐帮改头换灭 重归正道之列 王二壮一战结束后 你来到南宫家大厅 但见一片死寂 浑墨半分喜庆气氛 意不见有人来寒暄 四师兄连忙拉你到一旁 你才知道出了大事 原来丐帮万千之众围攻江陵 引各派池员 竟是吊虎离山计 在江陵期间 各门各派都同时 遭遇了尼教偷袭 你们默默告辞 快马加鞭 归返唐门 一路披星待月 吃喝都在马背上 回到唐门 县大院内冷冷清清 你们以为唐门灾情惨重 大二师兄出面说明 才知道本门几乎毫发无损 你在练武场上呆立片刻 江湖的风雨连天 都已离你远去 你回家了 晴空万里 纵使明日风云幻变 亦非指你一人承担 总是嫌弃无聊的平凡日子 也变得珍贵了 江湖动荡 掌门却抱恙在身 不能掌舵 而大师兄始终不见人影 三师兄和二师兄 遂未了本门方针争论起来 魔教党羽在江陵一战 使用吊虎离山之计 攻破了许多门派 轻则密集遭窃 重则满门被灭 为你属中 唐门分毫无损 世人皆云 唐门必是魔教党羽 适逢多世之秋 非师帮历时便蠢蠢欲动了 派人踩了唐门地盘 有意扬威 四师兄受命带队下山 与非师帮激战于街市 与非师帮恶战一场 你们不但败了 而且对方竟还藏有伏兵 要剿灭你们 可谓轻而易举 念此不由的心经 在不知不觉见 非师帮已茁壮到 不容小觑的地步 掌门一梦恍如隔世 深游自己若有掌梦不行 只怕连累唐门 会对列祖列宗 遂把心一横再不犹豫 下令将本门召集起来 一时之间 唐家大院挤满了人 许久不曾如此热闹 掌门开门见山 便当着众弟子的面 宣布有意退位 故将信物赞交三弟子唐生代长 代大师兄归来之际 正式就任 正议论纷纷间 忽然有人朗生抗议 在场众人无一不惊 来者自称名叫唐山 乃是唐门师叔 判处以后才收的弟子 由魏反应过来 后边便有一名 慈眉善目的老僧口宣佛号 缓步迈入唐家大院 正是松山分院 鼎鼎大名的市民禅师 市民大师与掌门一阵寒暄 此二人虽数旧时 却非有非敌 那唐山德市民大师撑腰 便飞身上了正心堂屋顶 提起朗生发言 说大师兄为人慷慨仗义 却豪爽不羁 自律都做不到 何况管束门人 他此言正宗唐门诸人心坎 唐门内忧外患良多 并推举自己的师父唐守红 听来最公道不过 当下便有身穿唐门一色的陌生人 和一众武僧四面八方涌入唐门 显示埋伏已久 乱战一触即发 趁着门派乱战 市民施展轻功 想趁掌门病弱 将他一举拿下 掌门微微冷笑 施展轻功 引他离地 上屋顶相斗 以免其他人遭殃 市民出掌 掌门连退几步 一口鲜掘藕浆出来 小师妹遥遥望见父亲落于下风 急得什么也不顾 速度快过正在途中的唐山 连发飞缩令市民应接不暇 一露出破站来 便提小剑准备杀头 怎料那唐山杀出 并将招接了回去 市民健壮 运起时辰功力 打算即刻将掌门击毙于掌下 还未出掌 又被一把碧率毒烟破退 二师兄及时赶到旧场 掌门独坐无量顺起 但觉丹田中空荡荡的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始终藏头露脸的昔日失地 佛首相唐守红料定 唐门再也无人 能护掌门周全 终于现身 终于你及时赶至 护卫掌门 唐守红见你脸色决绝 反倒为你打抱不平 怎么投入唐门多年 掌门仍然不收你为弟子呢 此时唐山再度飞上屋檐 向其师请站 想与你一站 唐守红在故作姿态 得意弟子既然来了 便将你交由他斗 自己去向师兄讨教 弟子对弟子 师父对师父 此话方出 一位蓝衣持散的角色丽人 现身于前 你大喜过望 一生师父脱口而出 扭头一找 便将唐守红甩下屋楼 差点莫将他摔死 唐守红与夏侯兰过招 甚至算不上决斗 而是单方面处行 今时今日的夏侯兰 乃是实质上的 空童第一高手 夏侯兰作风很辣 绝非正道人事所持 杀了入侵者一人 震慑全场 入侵者的士气一落千丈 逃得逃跑得跑 夏侯兰招呼了你一声 丢下在场众人 静止穿越练武场 去正式拜见唐家掌门 出乎你意料之外的 你师父对掌门态度 颇为谦逊 竟以晚辈身份限领 成败已决 夏侯兰无意看人 处置家事 便先行告退 空荡正心堂 便指你一人 伺候于做钱 二师兄不在 本来不该造次 可是你实在忧心 掌门情况 便斗胆请卖 他一声树敌颇多 不曾轻易将卖门 要害交诸人手 除恩师 王七 二师兄之外 便是你了 你恭恭敬敬 上前搭卖 不由得心惊色变 掌门问及症状 你的眼泪 收不住的夺况而出 知道掌门时间不多了 这么多年来 你终于忍不住开口 当年自己的拜师 里是三颗鸡蛋 由于年幼的你 来唐门的路上 实在太饿了 你把一颗鸡蛋给吃了 你时时刻刻都后悔 会不会当年 忍耐不吃了那颗鸡蛋 唐门的师长 就不会这么看清我 也说不定 早就成为唐门弟子了 赵家人把我赶出了家门 世界之大 竟然没有一处是我的家 想到这里 你不禁眼泪落下 掌门的呼吸急促 他开口说道 你来的那一夜 他靠向大门时 手里握着一只鸡 这是你们家中仅有的价钱 你爹硬是把鸡塞进我手中 一言不发跪了下去 要本座发誓 终生不会收你为徒 传授你武功 他说他从没尽父亲的责任 直到你离家了他才舍不得 所以一路暗中随行 不求你功成名就一锦还乡 只希望你在他看不见的地方 平安长大成人 本座以为你待不了几年 便会心灰意冷 另头名师 没料到如今唐门 许多人都走了 但你仍在我眼前 是我对不起你 掌门咳了一口血 缓缓地说 这些年辛苦你了 你无需眷恋于此 可你如果想留下 这里永远会是你的家 二师兄顾不得自己伤重 将你一把推开 去搭掌门脉象 脸色大变 却不料二师兄忽然眉头眉脑 问其掌门信物一事 一得掌门答复 便毫不留情 将一粒丹药 强行塞入掌门口中 五嘴破他腹下 三师兄认出那丹药来历 那丹药正是二十年前 用以支配江湖人士的 活毒师新丹 你未曾想过 刚刚与世民一战的 二师兄会在这时候叛变 你跟三师兄 还来不及上前制止 二师兄便向你二人撒毒 你们的身体 不受控制地跪了下来 再也无力追击 只能眼睁睁看着二师兄 带着唐门信物逃离 小师妹狼狈不堪赶回家中 却赶不上和父亲 说上一句话 无声的眼泪在眼眶打转 那一天夜里 许多弟子不告而别 世名禅师逃逸而去 四处散播谣言 唐门乃是魔教党羽的传闻 在江湖上迅速传开 近期非师帮大刀阔斧 拓展地盘 想成为武林一流大帮 那属中唐门便是头号劲敌 非师帮主 石公远 还在等着与大师兄一战 可大师兄于江陵一战以后 就像凭空消失了似的 这魔一来 可急坏了你跟三师兄 正当你两一论局势不休 许愿大师兄速速归来时 那人就似往常一样 若无其事 忽然现身了 说也奇怪 这时你心中五味杂陈 一来家中的支柱终于回归 真现了他嬉皮笑脸晃到回家 心中那股杀意 却又压抑不住由人而生 三师兄受掌门嘱托 要为小师妹安排终生大事 在这风雨飘摇的江湖宰夫宰臣 实在说不准 还有多少平安日子好过 自然要尽快决定 为小师妹寻觅可以依赖的好夫婿 延续唐家血脉 你知道这一天终究会到来 当下的你没有立场 或是能力站出来保护小师妹 你照常去炼丹房打杂 你知道日子还是得过 试着让体力透支 不再思考小师妹的婚事 到了大师兄下山出站那日 大师兄在掌门的床边说道 师父多谢你在我在完劣的时候 没有放弃我 所以现在我也不会放弃唐门 那么弟子便下山打架去了 大家在心里祈祷着 大师兄带回好消息 这一日 你在家中与同门讨论分工打扫 忽门大院之外有人呼救 你和同门师兄弟从旁听着 声音越来越明朗 才知道大师兄身受重伤 炼丹房中 大师兄昏迷不醒 呼吸短促 脸色苍白 大师兄未曾败于他人之手 这是谁也料想不到的结局 你越想越不对劲 以代师兄的武功 应该不至于输给石工远才对 你凑近一文 这是魔教知名的武色尼 你大师兄便是服下此药 导致一身内力涣散不能凝聚 无法抑制伤势 你听大师兄的鼻息见低 知道他将要离去 既哀伤 却又无可奈何 明明万里无云 唯独唐门阴云密布 羽花凌落失了衣襟 变得冷清 你意不胜唏嘘 这古老的门派世家 已渐渐走向示威 任谁都心知肚明 只是舍不得早 一日乐会 乔三师兄脸色果决 似乎下了重大决心 是关于小师妹的终生大事 他打算昭告江湖 广妖各派优秀年轻才俊 骑上唐门鄙视招亲 说慎魔也要将小师妹 嫁出门去避祸 你内心深处也明白 唯有让小师妹出嫁 以后从夫家 本门或是从此与他无关 光阴匆匆转眼来到吉日 你们一不留神 小师妹已经方明远播 勿明而来者 络绎不绝 所有求亲者 慎重其事请了媒人 李叔周全还未谈聘礼 光是温啃时所赠的吉祥见面里 都有鸡牛车 从前本门有位特别美貌的师姐出嫁 也是如此盛况 不知不觉中 你也是资深门人了 这一夜风平浪静 夜越深越静 回忆就越是吵嚷 你想起许多年前 心如师姐新嫁之时 唐家大院锣鼓喧天 热热闹闹 好多宾客到访 二师兄难得脸带笑意 掌门也显得有点坐立不安 四师兄说迎亲的轿子到门前了 还没开席 大师兄就喝醉了 要先新娘子的红盖头 二师兄顿时大怒 与他当众互殴越打越远 那年小师妹身骨未炸 比现在更未娇小 承诺到时 一定要给他扮得风风光光的 比今日还要热闹 让天下人都来祝福他 回忆里的笑声 取声消散如烟 你的思绪回到此刻 冷冷清清的唐门大院之中 掌门允诺女儿的那一天 匆匆一瞥就已经到了眼前 一个上午过去 现了许多奇人异事 今日来求亲的少侠 公子之中 当属南宫世家 大公子南宫生 最被看好 无论家世 财富 名声 武功 财学 都相当优秀 面试完一单求亲者 小师妹也莫一个 中意的人选 彭扶谁都可以 也谁都不行 正要离席用善 又有一名求亲者前来 来的正是与大师兄齐名 互许为毕生劲敌的 峨眉风神谢无尘 他五官端正 身长挺拔 再说峨眉名列中原六大派之一 离堂门又近 大家心里是松了口气 然而三师兄错过了谢无尘的意图 他此行前来 是自作主张 要代替大师兄 为小师妹把关军夫的 许多前来凑热闹 是想碰运气的人 献谢无尘都来绝逐 连饭也不吃 灰溜溜地下山去了 练武场上搭了棚架 各派求亲侠士 依序道场中过招 既比武功 也比武品 武德 谁不想在小师妹面前大显身手 留下深刻印象 以博家人方先 唯独峨眉谢无尘出手 方使令小师妹另眼相看 当前晚上 你只能躲在被子里面 哭得泣不成声 连比武的结果你也不敢确认 就这样不小心睡着了 小师妹离开唐门了 你没过问师兄弟们比武结果 你心里由衷地希望他能幸福 你趁着太阳还没下山 独行来到后山 拉开架势 拳打脚踢 莫人蹲挫的日子 你向来如此 你心知江湖正逢多时之秋 唐门飘摇如江山孤舟 仍在唐门会议上提出雪山觉醒 词别唐门 你与夏侯兰一同前往雪山 你们一路向北 抵达大雪山 飞雪连天一片苍茫 你的内力不济 冻得直发抖 夏侯兰嘴上埋怨你 还是牵住了你的手 度让真气为你驱散寒气 你们抵达雪山派 这里是一片荒芜 一切都已被大雪掩埋 与他一同 拜计过雪山派祖宗 夏侯兰双手合十 上告祖宗将你收入门墙 从今以后 你便是雪山派当代大弟子了 你又背又洗 盼了多年入不得唐门宗室 几经波折 才在雪山派取得了你的位置 每日匹柴取暖之外 也着手盖房子 有厚实木材 好过依赖帐篷 总不能让师父一直参风露宿 你想和夏侯兰说话 可是自从抵达雪山以来 性情冷漠的夏侯兰变得越发孤僻 时时发呆 沉默寡言 一日夏侯兰手里捧着你煮的热茶 拉着你说起从前就是 夏侯兰与他的昔日爱驴反目成仇 相约七年以后 雪山就只决以死战 距离七年之约 还有一年 之所以早到 是为了将一身武功传授于你 不让雪山派因自己消亡 而彻底被世人遗忘 夏侯兰的过往故事相当精彩 有机会再做一集影片 跟大家分享 某一日 人言罕之的雪谷中 忽悠访客来到 夏侯兰早已严阵以待 六年的时光 莫能消磨掉夏侯兰心中的恨意 只是沉淀得更加澄澈 宛如刀锋一样冷冽 飞雪漫漫 风烟肃杀 昔日家偶 第三香败下阵来 他大愁得抱 却满面愁容 庞扶随时会落下泪来 你不由的心脏已咎 夏侯兰献你身上轻衣破洞 便命你脱下割了自己的蓝袍 替你缝好 雪山派大弟子闯荡江湖 可不能像个乞丐一样 夏侯兰心愿已了 只你依然挂念堂门 归心似箭 准许你收拾行李 明日踏上回城 只是他却从此不走了 夏侯兰望着你 不与你争辩 只说要传授你雪山派点学手法 若无其事地靠近 出手技不快 也不突然 就像是要摸摸你的头一样 令你无法拒绝 轻而易举 被扶中了穴道 无法动弹 他命你收敛心神 运转雪山融雪宫 将自身功力 缓缓堵入你体内 无视你泪流满面 这是他早已决定好的事 残喘至今 只是为了作一了断而已 与你相遇成为师徒 起初只是打发时间 后来却不由自主 越来越认真 以你为好 怕你没有他当靠山 又变得无家可归 又被人欺负 又躲到暗无天日的森林里 独自哭泣 所以将一身功力留赠于你 从今以后 再也没人能够欺负你 大雪呼啸 掩盖你的哭声 你陪伴着师父的遗体 三跪九寇之后 又住了几天 才恋恋不舍地 向师父拜别下山 你一路独行回到唐门 你的归来 使唐门师弟妹信心大振 你背负着师父的期许 已超越了自己的梦想 往更远的未来前进 忽有弟子向前通报 前些日子于风雨山的武林大会 在和尚市民 以及唐门弟子朝河的诽谤下 唐门正是与魔教挂上等号了 六大门派宁可错杀 也不可错放 眼看大势所趋 纵有支持唐门的声音 也寡难敌众 被踏伐之声掩盖过去 当天晚上 只闻院外风雨呼啸 不时柴火劈啪作响 弟子们或讨或作 互不言语 均是心事重重 纵使有想说的 也总是话到嘴边 又吞回肚里 唐门清白与否 居然要靠别派的人 高高在上投票决定 谁能不切 不给你们安个罪名 如何顺理成章地打杀 不能成奸除恶 如何能令侠名远扬呢 所以你们必须是坏人 掌门垮下以后 唐门弟子一直都是倚仗 他旧日余威行走江湖 早已也没有桀骜的底气 大家都怕你说点振奋人心的话 激励士气 你却扬言要带动唱 丝毫不以为意 就算是你 时早有一天也会启程 也说不定 于是你起了头 大家齐声唱起歌来 不会唱的也击鼓硬鹤 隔日 你紧急参加了唐门会议 你们收到来自武林盟的战书 书中宣誓罪状 既劝你们悬崖勒马 可唐门哪有什么罪过 原本以为这封信件 会让门人畏惧投降 反而却更加凝聚了 你们下定决心 这里有你们闯荡江湖的意义 有立身于世的骨气 逃了 纵使活着也形同死去 这一日 便是武林盟剿灭唐门之日 任谁也知道 这一回留在此地 有死无生 有些人走了 他们并非不讲一切 只是人之常情 武林盟人马位置 先有一名绝顶高手 镇翅飞上唐家大院 万里鹏城只身上前挑战唐门 可是掌门卧病在床 偌大唐门 再无一人入他法眼 放眼如今唐门 谁上都是死路一条 作为一名资深门人 杂学天下武功的谜 挺身而出 万里鹏城一甲子的阅历 从没献过你这样论内功 论体魄都不论二 三流水门 但招数千遍万化 已进五招里面的奇葩 不知不觉 十五招已过 再将你避雨长下 也算他食言 万里鹏城手心离去 原来武林盟 本就莫把区区唐门放在眼里 他们的主力军队 正在与魔教交战 以为万里鹏城出马即可 练武场大家重置一心 你们背水一战清潮而出 越是希望渺茫 越不甘作仇等死 竟然反手为攻打下山栏 师弟妹们拼尽了全力 为你打开一条路 那路让你直通武林盟 原来小师妹的郎君 是你呀瑞生 小师妹看到了你 他那那不善言辞 既往于瑞生 叛狼君多少惦记夫妻之情 只将唐门降服 不伤人命 这是他一生所念 你遍体鳞伤地来到盟主眼前 走到这里 已经付出太大的代价了 这是无数唐门们人的期盼 而你所求无非一战 只有取下盟主的首级 平反唐门这一步的波澜 瑞生纵使曾在空同拔刀相助过你 在这里 他也背负着六大门派的寄托 必须领军处理掉魔教党与他们 他缓缓拔出宝剑 此刻眼里的你不是江湖杂鱼 而是神经百战的可经强敌 最后一发梅花彪投出 你已然精疲力竭 当刀剑穿过轻甲时 你后悔的是 莫在断野场 更努力打铁 当太白仙级斩下时 你知道故事要结束了 用尽身上最后一次力气 一拳一拳地灌在盟主身上 第一拳是三师兄的坟 第二拳是四师兄的 最后一拳是跟师弟妹的 你跪倒在地 奇迹没有发生 几十年后 江湖后学问老盟主 毕生遭遇罪将之敌是谁 瑞生不假思索 便答是你 你最后的拳 打在身上不通不由 却渗透曲强 一拳一拳震撼人心 融入了心跳 余为几十年回荡不息 乃是唐门最后的安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息ril言下来